那时候在耶稣的十字架旁 暂着他的母亲和他母亲的姊妹 还有克罗伯的妻子玛丽亚和玛丽亚玛达勒 耶稣看见母亲又看见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 就对母亲说 女人看你的儿子 然后又对那门徒说 看你的母亲 就从那时起 那门徒把他接到自己家里 此后 耶稣因知道一切事都完成了 为应验经上的话 于是说 我喝 有一个盛满了吵的器皿 放在那里 有人便将海面浸满了吵 绑在长枪上 送到他的后边 耶稣一尝了那吵 便说 完成了 就低下头 交付了灵魂 猎太人 犹太人 因那日子 事与备日 免得安息日来 那安息日 愿是个大节日 施首留在十字架上 就来请求 比拉多 打断他们的腿 把他们拿去 士兵于是前来 把第一个人的 并与耶稣同钉在十字架上的 第二个人的腿 打断了 可是 及至来到耶稣面前 看见耶稣已经死了 就没有打断他的腿 但是 有一个士兵 用枪刺透了他的腊胖 立刻就流出了血和水 感谢观看